就回到年輕的感覺 就會覺得可以出來安小姐開個工 要不然再上下去就會一直忘記 自己還有一個安小姐的身份 就是一直就是成太太跟成媽媽 六媽媽 對 兩個雙寶媽 與澳門德晉集團CEO成榮烈 結婚三年的女性安苡萱 育有一子一女凑組一個好姿 她在返回澳門過年前 充實安小姐身份 為愛拍伯爵拍攝時尚美招 一開口就料化 這絕對是逢賭之作 原來除了本回產後復出 首次通告是獻給品牌Y 19年懷著兒子66時 產前最後一次公開活動 也是伯爵的場子喔 對 那時候我好像懷孕六個月了 對 我是伯爵志友 很有感覺 但下一次再拍伯爵的時候 沒有在懷孕跟生小孩這件事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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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瘋渡作 對 瘋渡的第一個 我總不能每一次見伯爵都在生小孩吧 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生完了 OK了 一男一女我也覺得很 真的很開心跟知足 因為帶小孩真的很累 然後你要教育他 到三個的時候真的我就會崩潰 糟糕天下的瘋渡大作 他以一套BOSS褲裝 搭配競藝圓的伯爵頂級藍寶系列 特意甩開娘胃展現他最愛的中性瀟灑雕 我覺得這套珠寶很好的地方是 它可以配得很帥氣 就是不像一般的珠寶 你可能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只能穿正式的禮服啊 玩禮服 然後一定要露出脖子 才能把這漂亮的珠寶展現出來 它是有一點點 扮一點點黑 它是深藍 所以它看起來有點偏黑 然後你看我穿這樣西裝很帥氣的時候 它也可以戴著 我很喜歡珠寶的東西是可以多用途的 而不是你會受限於說 我可能只有一個風格 很少就是我買 除非是裸鑽 那像這樣的東西你就覺得 我可以很中性很帥氣 但是我又想要女人的時候 穿個低胸腕禮服 或是裸肩的時候 它又很漂亮 而現在除了要照顧良小 還要打理新家裝潢細節 蠟燭好幾頭燒 每天忙到凌晨五六點才能睡 不過累歸累 他仍樂在其中 我覺得我現在到了這個 不是少女時代的年齡 還有這個體力 歸功於我以前 就是這十六年來 而且在那地拍古裝 你有時候真的是冬天在海裡泡著 你知道那個壓力跟辛苦 所以可能讓我很strong 也可以應付這兩個小朋友 但不一樣的是說 至少你拍戲可能熬個一個禮拜的大夜 它會調整 可是你知道我現在是熬了一個月的大夜了 可是看到兩個小孩你就覺得 好啦 我當減肥啊 就是瘦得很快 其實在小孩方面是上手 但是累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現在六六每天夜裡 小孩子現在妹妹出來了嘛 他已經有分離焦慮症 他也會吃醋跟妹妹 就譬如說我一手抱妹妹 兒子馬上衝過來要我抱抱 加上爸爸之前跟他每天在一起 然後爸爸飛走了 他真的會跟我老公生氣 就是視訊的時候 他明明那麼小 他就會這樣看一眼視性的鏡頭 然後就撇頭 不理我先生 他有時候他會故意 因為他知道爸爸 叔叔跟阿伯 然後他就會先 爸爸 然後完了之後想一想 就是看一下鏡頭 然後 叔叔 然後想一想又叫阿伯 他第一次叫說我也嚇一跳 我說 六六你剛剛喊爸爸什麼 然後他就很小聲 然後又看一下鏡頭 叔叔 然後就自己笑 我說你不能叫爸爸叔叔 阿伯 他差點就沒坐飛機 就飛回來啦 就飛回來啦 我就說哇 也太扯了 時尚動新聞 還好現在一家四口 已經團聚過年了 報導